中国的北京,日本的东京,美国的华盛顿,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,建筑高端的大都市,他们都是一国之都,但是你知道名字最长的是哪个首都吗? 它就是泰国的曼谷,相信小伙伴们都会奇怪,这听起来并不长啊,才两个字而已,但它只是中文翻译过来的,曼谷的全名总共是41个字, 这还被列入吉尼斯记录了呢,当地华人只用曼谷这两个字来代替称呼,其实曼谷在很久以前只是一个小渔村,经济非常落后,但是到了1782年,曼谷王朝帝王不知道为什么迁都到了曼谷,这才开启了它作为首都的历史,成为了首都的曼谷,经济开始不断发展,文化也渐渐开始积淀,很显而易见的,就是交通系统慢慢开始被完善, 当时的曼谷名字实在太长了,不方便让人记住,所以当地人只好简称它为贡台府,在泰语中是天使之城的意思,真是很好的寓意呢,而当地华人不同于泰国人,他们把它音役为曼谷,当年还是小渔村的曼谷,如今已经摇身一变,成为了一座非常繁华的国际大都市,是还能想到它以前萧条的景象啊, 它现在拥有发达的旅游业,还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,比如杜沙夫人蜡象馆,全球最大的鳄鱼饲养场,鳄鱼坛等,更是游客们的购物天堂,曼谷还曾经获得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的称号,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更是弱意不绝,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口中的曼谷只是音音的名字而已啊,看到这么美的曼谷, 小伙伴们想不想也去看看呢?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!